今年5月份的时候 阿娇和赖红国离婚消息爆出 根据赖红国做出的婚姻是 结婚只是出于综艺节目的配合罢了 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 合约期也已经满了 所以就结束了这一段婚姻 彼此也都恢复到单身的状态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只不过是一个荒谬的说法 或者是一个堂塞的托词罢了 完全不能够让众人心服口服 除此之外 赖红国发表过一篇长文 而那传闻的主要内容 就是指责阿娇曾经毁婚 表示阿娇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自己 自己就像是个玩物一般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阿娇的闺蜜 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替阿娇诉说憋屈和委屈 因为结婚这几年来 阿娇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 去支持自己的老公 不仅出钱还出力 并且还积极备孕 努力的让自己长胖一些 谁曾想这些努力和付出 到最后换回来的 却是一纸离婚协议和控诉 转眼之间 阿娇出道也已经20年的时间了 从19岁到39岁的这20年里面 阿娇先先后后 也已经谈过六段感情 可奈何每一段感情都不够长远 都没能够走到最后 就在2000年时 阿娇加入了英皇公司 在当时和蔡卓严搭档 组成了一个名为TWINCE的组合 也算是正式的出道了 出道之前的阿娇 在当时和陈冠希两个人 也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但是后来阿娇加入英皇公司之后 和陈冠希之间就成为了同事 陈冠希在当年也是受万人追捧 英俊潇洒的容貌之下 又有几分幽默和诙谐 这可将阿娇的芳心全盘收获 在最后 两个人之间的爱恋 就成为了全公司人都知道的事情 阿娇的天性比较内敛一些 然而陈冠希在当年 人帅性格又好 还特别会和女孩子开心 所以阿娇每次伤心难过的时候 陈冠希都会陪在左右 都会让阿娇在最短的时间里 忘掉那些不快乐 可以用小明媚这个词语 来形容阿娇和陈冠希在一起的那五年时间 哪怕在当时收到对方的一条消息 都能够让阿娇开心大半天 在当时为了能够挽留陈冠希 阿娇甚至不惜拍摄了一些特别亲密的照片 然而这些在最后都是于事无补的 面对镜头的采访 阿娇也曾经哭诉 自己太天真太傻了 可是陈冠希依旧成为了过去 虽然阿娇在当时深爱着她 阿娇也承认 自己心里最柔软的那个男生 便是陈冠希 两个人在交往的这五年时间里面 也曾有过吵架 也曾有过矛盾 再者 于文乐还曾经插足其中 就在2002年时 因为影视作品一录这 阿娇就和于文乐之间有了合作 可巧就巧在 当时的阿娇和陈冠希也在闹别扭 对于女孩而言 便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可当时的于文乐 在这戏剧中就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两个人也可能是投入太深 从剧中把感情带到了剧外 产生了一些爱美的关系 就在那一年 也有一场颁奖礼 在后台 阿娇和陈冠希 以及于文乐三个人都在现场 可能当时阿娇为了弃陈冠希 所以就和于文乐走得特别近 也正是这样的举动 让陈冠希在当时直接动手 也就此 陈冠希和于文乐两个人之间 就结下了仇 可是爱美的关系只是暂时的 并不可能长久 在最后的矛盾化解开来 阿娇还是回到了陈冠希的身边 一直到五年之后的2005年 阿娇便和方力深在一起了 离开了陈冠希 而阿娇和方力深能够在一起 是因为一部电影出水浮肿 就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两个人认识了 产生了一些好感 最后在一起了 就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阿娇可以说是处于情感的空白状态 在这部戏里面 又和方力深所扮演的角色 情投意合 要知道 方力深在这之前 就已经喜欢阿娇很久了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自然而然会好好把握 为了表达自己对阿娇的爱慕 方力深还曾经直接说 愿意坐阿娇上水后的一条毛巾 心甘情愿被当做纸巾一样 用完就被抛弃 这可是十足的一位谜地 心甘情愿的备胎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阿娇特别酷爱潜水 为了能够让阿娇开心 方力深还特意去买了潜水的相机 还经常在阿娇潜水的时候 去帮阿娇拍照 在当时恰逢盛算节 为了给阿娇制造惊喜 方力深还曾经和阿娇的家人取得联系 不期花七个小时去精心地布置阿娇的卧室 然而一份感情之中付出的太多了 似乎就显得特别的廉价 这一份感情在最后也只是维持了 仅仅一年半的时间 在最后方力深这么多的痴情和忠心 只换回了阿娇的分手 这次分手之后的阿娇单身了很久 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 麦骏龙的出现 再一次让阿娇不足了人们的视线 因为在当时 阿娇受到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事业也是跌入了谷底 网络的粉丝也都不再那么热心 娱乐圈中的很多男明星 也不敢和阿娇接近 然而麦骏龙就是个力 他当时只是单纯地喜欢阿娇 所以就对阿娇狂追猛他 麦骏龙是出了名的专情男子 虽然是个风二代 但却是个情种 麦骏龙还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之下 表示会把阿娇取进门 可奈何最终没能够得到阿娇的放心 等到阿娇的事业逐步好转之后 阿娇还是离开了麦骏龙 这一段恋情可以说是让阿娇沉淀了很多 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面 阿娇没有和异性有过太多的接触 直到2018年的时候 事情有了转机 而这转机和一名整容医生有关 紧接着 在当时就传出了阿娇和这位医生的一系列绯闻 在这绯闻之中 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 就在当年年底 两个人就已经登记领证 组合了一个家庭 就在婚礼的现场 阿娇还曾经感动地流着眼泪 感动地对着自己的经纪人说 非常感谢自己的老板杨博士 以及自己的经纪人妈妮 同时还说自己也特别想念自己的妈妈 在这个时候 公公婆婆也说 在以后会一起回国去孝顺你们 同时南方在当时也特别暖心地予以了回应 并且当众承诺 会好好照顾和爱护阿娇 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 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托付终身的伴侣 可是这一次阿娇又错了 在这期间 努力让自己长胖一点 努力去备孕 到最后换回来的还是无限的悲凉 就在这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面 赖红果也曾经被很多的粉丝所发现 只因为给很多特别性感的女网红点赞有评论 虽然阿娇也出面为她解释过 但是很多的男粉丝对于赖红果的人品是信不过的 毕竟对于男人而言 最了解男人的还是男人 现如今 两个人也已经曝光出离婚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 赖红果都已经忍不住为自己开脱了 可真让人感到唏嘘 试想如果是真爱的话 又怎会忍心伤害对方一分一毫呢 更何况是这种在伤口上撒盐的事情 如果在当时阿娇没有离开那个富二代麦俊荣 想必现在生活也过得是美滋滋 妥妥的阔太太一枚 并且膝下还儿女双全 只可惜这些都是可惜 也可惜这些都是如果 更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走一遭